人性就像枷索一样束缚着兽化 人性的枷索越强大 这个枷索崩坏的时候反作用力就越大 结果就是变成更大更扭曲的野兽 在数个世纪以前 古苏美鲁王国的人民 生活在亚南地区 他们拥有先进的知识 与高超的工艺 他们在自己生活的土地 发现了神的目的 为了更好地探索这篇遗迹 他们修建了繁复的地下迷宫 被后世称为 苏美鲁圣碑地牢 之所以不是说发现了这座迷宫 而是说苏美鲁人修建了这个迷宫 是因为苏美鲁中央圣碑中 明确地写到了 苏美鲁是指建造地下遗迹的 古老种族的名称 据说他们拥有了 超越人类的神秘智慧 而建造的这座迷宫 也成了古苏美鲁人 得以延续文明的所在 而驱使苏美鲁人 郑重其事地建造 这样宏伟的地下建筑的 真正原因是 他们在神的目的中 发现了超越他们当时的认知 与智慧的可怕事实 这个事实就是 古代神奇的存在 古代神奇的实体 被苏美鲁人发现了 为了弄清古代神奇 为何存在于此 以及有何力量 苏美鲁人开始 尝试与他们接触 然而事实上 古代神奇 与人类所处的世界 并不在一个位面上 以当时苏美鲁人的认知水平 完全无法理解 古代神奇的想法 因此尝试去理解 神奇的意图或行动 是毫无意义的 正如后面会提到的 威廉大师所说 我们的眼界还不够开阔 也就是我们在后面 会经常提到的一句话 苏美鲁人的灵士不够高 古代神奇 或者可称之为上位者 是当时普通人眼里的神 不足以理解 上位者意图的苏美鲁人 开始崇拜上位者 所以早期的苏美鲁人 无一例外 都成为了上位者的仆人 正如苏美鲁伊霍尔 《大金碑》里描述到 苏美鲁伊霍尔 既是苏美鲁君王之名 也是亡姑之名 虽然苏美鲁文明的后裔 侍奉着上位者的沉睡 但他们仍将伊尔之名 换以武王 沉睡的上位者并无敌意 没有任何侵略或奴役的行为 发生在苏美鲁时代 因此两者相安无死 但之后 苏美鲁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 他们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国家 他们的后代 却觉得自己有权力 自立为领袖 苏美鲁伊霍尔《始源经碑》中写道 据说按照传统 苏美鲁的王必须是女性 由他将王民代代相传 或许人们会奇怪 为何苏美鲁王朝只提到女王 这会去说明 苏美鲁的女王 有他独特的意义 而这个意义 和上位者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上位者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样貌 无形的或有形的 彼此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 人类无法把他们与已知的任何一种物种 进行比较或分类 毕竟上位者与人类不在同一个位面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性 或许也是源自于他们之身的独特性 他们并无法相互结合 并繁殖后代 至少从未见过两个上位者结合后 戴下另一个上位者的先例 在《订婚戒指》中这样写道 这枚戒指包含了某位上位者特殊的意义 远古上位者的时代起 婚姻被视作为血之誓约 只有怀上了特殊的婴儿 才会被允许结婚 或许这里提到的那个 被选中怀有上位者孩子的女人 就能成为苏美鲁一族的女王 她的职责就是诞下神之子 所有的上位者都失去了孩子 又都寻求了孩子 这真是邂逅没高的原因 这也回答了我们在上面问到的那个问题 为何苏美鲁王朝只有女王 因为只有被上位者选中怀上神之子的女人 才能成为苏美鲁的统治者 她是唯一可以与上位者签订血之契约的人 而这个血之契约应该就是上位者 让女王怀孕的方式 就如无形亚丹里的描述 不论是否为人类 流出的血液就是最高阶段的媒介 也是无形的上位者亚丹的精华 最后一任苏美鲁女王名叫亚南 然而正是血之契约 这种为上位者代孕的行为 导致了苏美鲁王朝的陨落 在《血之沉醉》中写道 渴望女王之血的仆人们 获得女王之血作为赏赐 并在其中获得血之契约的快感 血之契约让怀上神子的血之契约亚南身上 开始流藏着上位者的血 而这样的禁忌之血 让苏美鲁人为之沉醉 单纯对于上位者信仰崇拜与交流的渴望 被对于禁忌之血的疯狂追求压垮 尽管有亚南自营的保护 赐血的女王仆人们 还是囚禁了血之女王 并掠夺她的禁忌之血 但这样的做法 不仅导致女王丧失了性命 她腹中的胎儿梅高 也因为早产而成为畸形婴儿 被诅咒和玷污的圣碑记载到 只不过这座被玷污的圣碑受到的诅咒 诅咒是激怒了上位者的证明 很明显 苏梅鲁女王所怀的绳子子梅高 以这种方式被降生 而成为了亚南之石 让原本平静沉睡的上位者愤怒无比 诅咒降临在苏梅鲁人民身上 而这个诅咒如同小渔村的老者所言 对他们是适宜血的诅咒 还有他们的孩子 子子孙孙永世受难 这虽然是来自另一位上位者 可视孤儿的诅咒 但历史总是相似的 这个仙学诅咒 不许让所有为仙学所沉醉的苏梅鲁人 都屈服于他们受性的本能 在苏梅鲁王朝爆发了大规模的兽化 古代王朝旧时陨落 人性就像枷锁一样束缚着兽化 苏梅鲁人的贪婪释放了他们的人性 兽化是上位者 是以反作用力后的结果 苏梅鲁王朝的悲剧虽然是历史 但在亚南地区 这样的历史其实一遍一遍地在重复上演 苏梅鲁地区并不是唯一不幸的地方 已被黄沙吞噬的悲惨之地 罗伦城之所以衰败 据文是曾发生过与苏梅鲁类似的惨剧 与野兽带来的灾害有关 只存在于噩梦边境之地的遗迹中所发现的 衰落的罗伦城金碑 似乎在向后世述说着罗伦城的历史 笼罩罗伦城这处衰落之地的惨剧 据说与怪兽带来的灾害有关 在罗伦城发生的故事 也与苏梅鲁非常相似 罗伦城下层金碑里如此描述到 衰落罗伦城中有医疗过程留下的痕迹 没有人知道这些医疗程序 是试图控制怪兽带来的灾害 还是疾病大流行的原因 无论罗伦城是因为受化而发生过大规模医疗 还是因为疾病大流行 而不得不通过血疗导致的受化 罗伦城都应该陷入了 与苏梅鲁一样的受化灾害之中 而在许多许多年之后 杨散金碑教会所在的旧亚男 也因血疗而导致受化人 最后不得不全程放火 来彻底清除受化人的灾祸 旧亚男的毁灭与罗伦城的毁灭 几乎完全一样 正如有猎人再次进入旧亚男时 可以听到求拉说道 旧亚男已经被烧了 人们已经放弃这里 现在这里只有怪兽 之后封锁旧亚男的猎人 不仅希望保护旧亚男仅存的兽人 不再被屠杀 还希望苏梅鲁金碑的秘密 能因此而永远被伸埋在 旧亚男的废墟之中 于是连旧亚男的入口 都被教会隐藏了起来 好像那段悲惨的历史 永远没有发生一样 人性没有变化 罗伦城 苏梅鲁 以及旧亚男的故事 在不久之后的亚男 会再一次上演 当人们都把历史故事 归咎于兽化病 人类真的只是受害者 在卡尔福文怪兽上 这样写道 神血的发现 同时也意味着 禁忌的野兽被发现 无论是罗伦城 还是苏梅鲁 发现神血 并为之疯狂的那一刻 就意味着禁忌的野兽 被发现了 但这个禁忌的野兽 是什么呢 同时卡尔福文爪痕 告诉了后世者答案 所谓爪痕 是指猎人的 如野兽一般 渴求温润鲜血的冲动 是猎人的阴暗面 编读者卡莱尔 对于爪痕和怪兽的区别 做出如下解释 怪兽 是指由人类内心深处 孕育出的丑陋本人 爪痕 是指明知自己 对血液渴望的冲动 却又无法抵抗 血液诱惑的本性 野兽 即是人类 人类即是野兽 虽然经过了数个世纪 在悲剧不断上演的亚南 人们已经知道了这个事实 但依然无法 与自己的本能对抗 对血液的渴望 仍然影响了一代 又一代亚南的人们